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览的规模再唱新高 展会上的两岸顶级工艺品 人工智能机器人分分两下 稍后我们一起去展会看一看 另外2017厦门国际海洋洲 也在今天拉开了序幕 海洋洲期间的配套活动精彩分成 包括渔博会 国际潜水旧捞鱼 海洋工程装备展以及游艇展 可谓是看点多多 可以看到新奇的水生物还可以潜水 另外还有一名女子 网恋所谓的美国将军 结果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被骗了118万元 好 那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上午第十届海峡两岸文化产业波澜交易会 在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文博会继续秉持一脉传承 创意未来的主题 以突出两岸突出产业 突出投资 突出交易为宗旨 着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产业合作 第十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主会场共设12个展馆 划分为工艺艺术品 创意设计 数字内容与影视 文创旅游四大专业板块 不仅展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展会期间还在岛内外27个厦门市重点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设置分会场 本届文博会紧贴时代主题 把握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趋势 结合时下产业热点 呈现出诸多创新举措和亮点 为进一步提升展会品质和交易活力 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联合拍卖机构举行 两岸顶级工艺艺术品拍卖会 银豪建展 沉香木雕 德化白瓷等 99件顶级工艺艺术品等待着两岸藏家珍藏 眼前这块名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翡翠雕建 是展区中起拍底价最高的拍品 这块翡翠尺寸大 质地细腻通透 浑然天成的白绿花纹 如同天空中云彩 里面的那种云彩的线条 它非常大胆 采用了扬克的方式 为了表现这个线条 它要把周围多余的部分都要去掉 要去得这么平整 要把材料都弄掉 这是非常难 在两岸顶级工艺艺术品的展区里 您不仅可以欣赏到众多工艺品的风采 还可以参加拍卖会 明天下午 99件工艺精品将参与竞拍 喜爱工艺美术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到达现场您就极有可能 可以将心爱之物收入囊中 此外本届展会也紧跟产业发展热点 首次设立人工智能展区 展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发展前景 能够像人类一样单脚站立而不倒 躺下来还能自己站起来 能说十六国语言 这个智能机器人的厉害之处可不止这些 在已有的硬件基础上 设计者用创意赋予它管理 警戒 对话等功能 而这两家展位上的智能机器人 及教育 陪伴等功能于一体 可以成为孩子们的小伙伴 另外 现场还有VR AR 智能家居等 智能产品集中展示 展馆内亮点分成 创意无限 展会期间的多场发布会 推介会 对接会 也将两岸文创产业的交流合作推向热络 今年 文化部首次将精品项目交流 对接会落户下门 进一步增进了文博会的对接时效 整整十年 这也见证着两岸民间的交流交往 蓬勃发展的十年 两岸的文化这方面的交流 可以共同地把我们中华悠久灿烂的文明 能够共同地继承和传承下去 一起多打造一些好的文化品牌 走向世界 是非常积极地想来参与 那跟大陆有更多不同的分享 把我们台湾的这个强项 跟大陆的强项 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本台记者报道 如果有一间屋子 满墙的书 闻起来都是油墨纸箱的味道 这应该就是书店的样子 但是如果给书店安上轮子 让书店走起来 你是不是很想看看是什么样呢 今天上午在地世界海峡两岸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的现场 重动巴士移动书店 就发动引擎 装满了书 出发了 随着车门缓缓开启 重动巴士移动书店 正式与大家见面 除了保留车头驾驶室的位置外 车厢内的其余空间 都被打造成书店的样子 一个个方形的木制书柜 可以随意组合 砌成一面书墙 也可以单个摆放 成为阅读者的一把椅子 一块方桌 车厢内铺设了木制地板 阅读者可以席地而坐 靠着书柜自在阅读 两扇后车门相对打开 车门上安装着两面电子显示屏 书店介绍 图书信息等内容 在屏幕中不断滚动呈现 我们希望说 当这台车停下来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活动的场景 它可以办艺术展 可以办读书会 可以办新书的推介会 甚至也可以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创始人苏晓东说 虫洞书店在古浪雨上 已有一间实体店 巴士上的这间移动书店 其实就是实体书店的一种延伸 车辆载着图书 走出狭小的固定空间 通过不断的移动和行走 去遇见更多的读者 去探索广阔的未知世界 在文博会进行为期四天的展览之后 这部几阅读艺术 及千万种可能的巴士 还将出现在厦门的其他地方 之后它将离开厦门 继续前往下一个城市 向世界出发 遇见更多的可能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2017厦门国际海洋周开幕 本届海洋周以积极参与 全球海洋治理 共同推进蓝色经济发展为主题 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合作的权威平台 作为海洋周的配套活动 上午第十届中国厦门 国际休闲渔业博览会 国际潜水旧捞与海洋工程装备展览会 也在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我们一起去展会看一看 极乐吻瞎虎 黑海马 在渔博会台湾屏东 观赏水族展区 来自台湾本土的观赏水生物 吸引了不少人 现场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特意带来了一些新品种 让观展的市民以及顾客 有更多的选择 而在另一侧 金鱼 小丑鱼 观赏鱼缸等 这些传统的水族展位前 也是人头存动 除了传统渔业展示外 本届渔博会主办方还专门设立了 一个潜水互动区 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到 美人鱼潜水表演 甚至可以亲身体验潜水 看完这个精彩的美人鱼表演 现在让我对这个大大的潜水 钢式也产生了兴趣 现在我也去体验一下潜水的乐趣 这个潜水体验区 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展会 与市民的互动性 另外也是为了 此次前来参展的潜水领域商家 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为客户展示自己的产品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不过在这里 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 潜水的不容易 如果您有兴趣 也可以来渔博会现场 感受一下 相比往年 本届渔博会更多地融入了 海钓 游艇 帆船等海洋娱乐产业 在现场 您还可以在这个400平米的大泳池里 感受皮滑艇 帆船等水上运动的魅力 与渔博会同时开幕的还有2017国际潜水救捞 与海洋工程装备展览会 一百多个国内外救捞 以及海洋工程领域的企业 集中展示了相关领域的高科技产品 这个迷你水下机器人 就是天津一家企业 去年刚推出的一款新产品 这个机器人可以通过前端摄像头 进行水下高清录像 成为了潜水员的另外一双眼睛 水下搜索 打捞这一块 在水库 在寒洞 代替潜水员进行一些危险 以及未知确定领域的先期的 或者说后期的这样的一些探查工作 减少潜水员的生命危险 除了水里游的还有天上飞的 这架由厦门本土企业研发生产的无人机 不仅可以做到垂直起降 更可以在空中进行巡航飞行 垂直起降大部分都是电动的无人机 但是我们这个飞机可以达到六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稍有的 主要应用领域是海洋边界巡线 以及海洋的油污排放的一个监测 以及石油管道巡线 据了解本届游业博览会 以及国际潜水就捞与海洋工程装备展览会 将从今天起持续到本月五号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参观体验 记者雄伟 吴国豪报道 十年前说起游艇 仿佛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 如今游艇已经变得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 今天上午第十届厦门国际游艇展览会 在五元湾游艇港开幕 这次展会以滨海新生活为主题 市民朋友在现场除了能大开眼界以外 还能亲身体验清水厦门 今年的游艇展分为水上驳位和陆上展区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价位不同功能的船艇纷纷亮相 参展船艇有近百艘 其中不乏上亿元的豪华游艇 但是主要展出的还是清明性极高的钓鱼艇 帆船等海上休闲竞技类船艇 除了常见的船艇种类 一些参展商还带来了新鲜玩意儿 本届游艇展将持续到11月6号 展会设立了大众体验区 市民朋友可以参与游艇 帆船 平滑艇等 多种高质量试乘体验活动 借此机会享受海洋度假生活 作为厦门国际海洋州的重要配套活动 厦门国际游艇展创办10年以来 见证了厦门游艇文化和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 近年 展会都在推广全民青海体验 游艇也从最初的奢侈品慢慢走向平民化 游艇休闲娱乐市场逐步兴起 这对于厦门的海洋文化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青民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回归到我们普通百姓的这种消费群体的很重要一个突破 我们今年特别是作为滨海新生活的一个 这种理念主题 对推进我们普通百姓参与到我们海洋文化 海洋产业的直接的活动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和探索 记者 郁伯菲 高志强报道 我是渔民出海捕鱼啊 每年都需要前往海洋予业部门审批捕捞许可证 同时呢 这个渔船 船舶 检验 国籍 登记等手续 都需要渔民本人准备大量的材料去办理 为了方便办理相关的业务 从现在起啊 海洋予业部门简化了办理手续 渔民只要带着身份证 在家门口的办理点 填一张表格就可以了 一大早根据提前预约 祥安刘武殿村的渔民老王 就来到了渔业部门 设在村里的临时办理点 老王先将自己的手持定位终端 交给现场工作人员 进行功能测试 在确定无故障后 他拿着自己的渔业捕捞许可证 渔船船舶检验证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和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 来到了办证处 老王说这些证件 每年都需要进行审批 以前他需要携带不少材 拌下来需要近一个小时 现在由于已经提前完成 船舶安全检查 所以十分钟就办好了 以前都是好多地方过来 都是排得满满的 减少好多渔民的麻烦 与此同时 海洋渔业部门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 正在码头对渔船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合格之后 船主就可以直接前往办理点办理 原来提供的材料 渔民的身份证复印件 还有村里面 区里面盖印 等等这些表格 要反反复复的重复 经常我们下来的时候 村委会 还有包括渔民 都要带着自己的子女来 帮着填表 帮着提供材料 然后还要跟附近 村里面有复印的地方 都要事先讲好 这边要一张 他们跑回去复印一张 那么现在 就是通过这样子 就不用了 你只要带你的一张身份证 复印件过来就可以了 其他的通通材料 现场解决 工作人员表示 简化办理手续之后 渔民需要提供的材料 减少了60% 记者了解到 为了辩民 近年来海洋渔业部门 一直前往渔民所在村庄 现场设点集中办证 而此次的手续简化措施 也是在全省进行了首次尝试 记者雄伟 黄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一男子以放火相威胁 索要被扣的摩托车 结果被起诉 试容考评人员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长岸路临接绿化带 及废弃的铁轨部分 有丝建停车场的现象 试容询报 我们来关注 试容考评人员 是在八月份寻查的时候 发现的这一问题 问题点牵涉的区域 自长岸路高架桥92号桥墩 对应的街边 一直延伸至保税区门口 全场有近千米 场内可供停放的车位 目测有数百个 并在中段设置了进出道闸 其名为债上停车场 规模相当可观 长岸路临接处 就可见乘排车辆碾压绿地停放 既毁坏绿地 也与提升后长岸路的街景 难以协调 考评人员希望 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电前街道 和湖里区执法部门的重视 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制止这一非法占地 和毁坏绿化的经营行为 记者刘温华报道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 总是让人感觉无可奈何 市民冯女士 在网上谈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 对方说自己还是美国部队的将军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猜得到吧 几乎千篇一律 被骗钱是免不了的了 但是这次的冯女士 被骗了个天文数字 整整118万元 冯女士今年49岁 是夏美伊公司的职员 今年7月 冯女士突然收到一条QQ好友申请 聊天中冯女士得知 对方名叫约瑟夫 是一名美国将军 他还有一个14岁的儿子约翰 正在加纳一军事学院读书 两人在QQ上聊了一段时间后 冯女士方心暗许 有一天 约瑟夫突然告诉冯女士 他儿子把手机弄丢了 联系不上 而他正在执行任务 信用卡不能使用 希望冯女士能够帮忙寄钱 给约翰买部手机 被恋爱冲昏头脑的冯女士 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 和这名所谓的老师 取得了联系 将650美元转账汇款 到老师指定的账户当中 最后加纳的老师又谎称 他约翰在加纳遭遇了车祸 多次以诸如手术费 包括输血费等等 唯有要求冯女士转账汇款 那在这一段期间 冯女士先后分了六次 将一万多美金 转账到了加纳的 指定的账户当中 在之后的交流中 约瑟夫又向冯女士许诺 退役后会来厦门买房子 与冯女士一起生活 并表示 他有一个包裹 里面有200万美金和一些黄金 他想要将这个包裹 寄给冯女士代为保管 为了领取包裹 冯女士一次次汇欠出去 但这名美国将军 却始终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直到将118万元全部汇出 实在拿不出钱了 冯女士才在朋友的提醒下 发现被骗了 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冯女士跟所谓的这个美国将军 包括他的儿子 他基本上都是没有见过面的 他们的邮件 据冯女士这个介绍 也是他都是通过中文 那对方也是谎称 他是通过这个翻译软件 直接翻译过来的 接近后是反账片中心 立即启动银行紧急查询 指付机制 截至目前 嫌疑人16张涉案银行卡中的 580万余元涉案资金 已被冻结 目前反账片中心 正在展开资金查询 和案件梳理工作 不要随意的添加这个QQ 或者微信 对陌生人为好友 那像这个美国大兵 也不可能就委托 我们中国公民 帮忙带为保管 所谓的包裹 或者大额资金 那也不会有所谓的 更多的一些高额的回报 记者公家 杨人杰报道 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止于此 有一名男子 因为违反交通法规 自己骑的摩托车 被交警扣了 没想到第二天 这名男子竟然是 带来汽油 被子 毯子 以放火 自焚来威胁 要求把摩托车退给他 当然这样的行为 肯定是涉嫌违法 近日 吉米法院 公开开庭 审理了这起案件 被告人杜某今年47岁 事发前是一名保安 今年3月28号 杜某没戴安全头盔 骑摩托车上路时 被交警拦了下来 因为杜某无法提供 相关证件 交警依法暂扣了 杜某的摩托车 这让杜某心生不满 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 杜某下班后 拧开了路边 一辆摩托车的油管 并用一个塑料瓶 偷装了部分汽油 之后杜某又回家 拿了被子和毯子等 原本准备到交警 大队的他 结果坐着摩迪 来到了吉美区 交通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讨要被扣的摩托车 在院子里 杜某把被子毯子等 盖在停放的多辆摩托车上 并在上面泼洒汽油 然后杜某站在一旁的台阶上 点起香烟 以烧车自焚香威胁 要求工作人员 把摩托车还给他 我抽烟了 我抽换在旁边了 我也离烟了 我已经点三根 就是为了那部摩托车 给他讨回来 经过现场人员不断劝说 杜某最终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并被民警当场抓获 检察机关认为 杜某在公共场所 实施足以危害 公共安全的放火行为 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但这个行为 已经构成了放火罪 目前金美法院 还在对这个案件进行审理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 空气质量情况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除了PM10 PM2.5 在量级的标准 其余都达到了优级的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9 空气质量为量 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多国的科学家 经过这个调查研究发现 德国自然保护区里的 飞行昆虫数量 在25年间锐减了76%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来了解 来自德国荷兰和英国的科学家团队 在美国学术期刊 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上发表文章称 他们在1989年至2016年间 每年3月至10月 对德国63个自然保护区内的飞行昆虫 进行采样调查 发现25年间 飞虫数量减少了76% 研究人员分析 飞虫数量在生长季节急剧减少 不排除旱期延长 缺少阳光 低温等气候因素的影响 而农业活动增加 带来的杀虫剂和化肥大量使用 也可能是诱因 研究人员称 飞虫数量锐减 给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 据统计 80%的野生植物依靠飞虫授粉 60%的鸟类以昆虫为食 现在他们已经感受到 食物供应的巨大压力 据德国政府2013年的数据 过去12年来 约有1270万对可遇鸟消失 占德国鸟类总数15% 考虑到关于飞虫数量锐减的研究 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较好的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的 这一现象尤其值得警惕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与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量 会受到PM10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讯广场的全部内容 海鲜梁文博会 已经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程 作为在厦门举办的 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文化展会 它对厦门文化产业的发展 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带动作用 稍后播出的十分观众节目 我们来详细了解 也请您留意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